有綠能公司要在臺南北門錦載角重墊 不過整地先砍了十六棵樹 引起當地居民批評離譜 更質疑太陽光電破壞生態 地景和影響觀光 堅決反對 抗議 反對今天 北門錦載角大約二十位的民眾 齊聚抗議 反對綠能公司 那一題就是要來設置太陽聯工 但你設備安國黨的民眾部門 說這個開發需要大量作出 政府推動綠能 但台南沿海地區卻陸續傳出了 坎樹重墊 還有農田和餘溫重墊等相關的爭議 雖然有里長市發聲 力挺政府的綠能政策 但環保團體就指出 以綠電來取代核電 不應該忽視民意和環境生態保護 你說這一邊坐得這麼漂亮 你借在那邊 這個有些居住 這個蝕蝕的地方 就這樣做 對 會有 倒過 你看 你看 這是 這這邊坐得這麼漂亮 這公司 六人 六人 這多萬 一公司 六人 兩萬 這多萬 十萬 六人 這麼大 這… 這些… 這 這些土地要這麼高 这都要這麼高 這土地要這麼高 像融合,像平台一樣,你拿到一起補掉來成電 你其實這塊是荒廢的土地不能經營 我們有一點比較沒說 這重點是要照gefyi來成電,一點點意思也是 如果我們也是說,如果我們也是要 如果不花圖人盜 我們自己的管政府也要做旁邊的關卡 也是要由管理我們動起來 不要發政者給他 不要發政者給他做這種工作 到美國也是要讓我們有科生的 有科生的縣長、翁縣長 要搗三個才能夠 但是不知道,怎麽可以擔心 收好家庭 我對這邊 收好家庭 收好家庭 我對這邊 收好家庭 收好家庭 我對這邊 我們黨租現在回到的抗議 現在正在抗議 正在抗議為什麼要 把過去的造林地 把那些橋子撤掉 未來要來重光電 你不要瞧 放禮拜日 我們要緊急 那我自己看錢 別走 怎麼這句 全部都不一放題 不要改水 你給我來這裡 你給我這裡 我給你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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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們跟我們講話 我講話 我講話 我講到 我尊重主席的意見 主席說不用開水 我們不要開水 今天就告家語記 謝謝大家 謝謝 不可以這麼受罰 不要免隊 其實說明會是 也沒說明什麼 就是 跟他們表達一些 反對的意見 然後台塘他們就是 反正也是敷衍 就是說 我就把你們的消息 帶回去公司去 去研究一下 我告訴你 我們堅持沒有你們做 我了解 還是要我出銷 我了解 你的意見 我們大陸帶回去 你們大陸帶回去 台塘他要標主持人的進行 為什麼他不生 在地圖開一個山林會 等到人在空氣 他來做這個動作 不覺得太慢嗎 他們台塘在做這個標主 這個報恩 其實 他們也 我也不知道 他搜賞 這個山林會死 這棚也會做嗎 這棚也會做嗎 那棚也會做 這棚也會做 那棚也會做 這棚也會做 這棚也會做 這個棚也會做 這個棚也會做 那棚也會做 他這個地方是 旁邊有四個村莊 那邊有維塔 那個鳥松 那個港前 還有那個肘子 所以說它四個村莊包圍這塊林地 它這塊林地有133公頃 但是它要重墊的範圍是77公頃 幾乎是一半 如果桌子都沒說就出一十個事情 人家賊已經在那裡放牙 它就直接把它弄成這樣 為什麼不說 我這樣說白龍町都賊頭不賊賊 對啦 我說賊頭 你說賊頭賊 賊賊賊 賊賊賊 人家他再說 你說賊賊賊賊賊 賊賊賊賊賊賊 賊賊賊賊賊賊賊 對嗎 賊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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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作物,就完全是蓋了都沒辦法 你當時你擋賣錢都過來,錢都擋不住 甚至你風台,又有台風,又有這棵樹林那棟的風也沒辦法 這包含了很多大廚 整個東廚鄉,順序到破竹圓都可以說,不是只擋個風名 破竹也都可以說,對 因為我們破竹圓圓、破竹圓、圓圓、圓圓、圓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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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我們從那邊過來可以發現到 它是紅紅綠綠 非常好看 那你如果全部把它砍掉 路邊都用那個太陽能板 其實對我們這邊的基民來講 情何以堪 就是一個邀到港口鴻來的一個門面 那外地人來這邊要進鄉 那看到的就是一片光凸凸的呈現在他們眼前的 就是一些太陽能板 樹木已經種了二十幾年 那我們現在照林都來不及了 為什麼還要把樹砍掉 平東碘山公路 萬嵐鄉赤山道西錯路段 兩百三十公頃的台塘人造林 本來被規劃為光電園區 砍樹重電直接衝擊的是涉態環境 經歷八個月 萬嵐鄉成了台灣第一個 拒絕砍樹重電的成功案例 平東碘山公路 拒絕砍樹重電的成功 提名叫向天祈禱 未恃請命人 前有國家政策 屏蔽造林二十代 應御亂起 運運槍叉 海洋水源 淨化空氣 並付生態 複茁 鳥琴 深深復息 这就是109年6月3号 陈董事长来的时候 我们写的这个文 还有一些修改 这是最原始的一个文 这是我们的小小的 新政策的新意的建立 而且用完之后 这个陈董事长在这边 蓝色东港系协会 还有其他地球公民 还有各相关的律师团体 也都有来深远 现在在我的沙发的后面 全部是报上媒体 广大树林种了之后 它形成了景观 然后再加上潮州万轮 跟它后面的来意乡 原住民乡 我们都在推观光的政策 所以有一些很有心的人 在这不同的位置 开民宿 开休闲农场 如果说你用光电反映假地 可以创造多少钱 那我问你 一个人命 价值多少钱 我不是跟你讲价格 价值多少钱 你台糖把树林砍掉 种太阳人 那就等于他们原来 赖以为生的这景观 这空气 一瞬间没了 看你那个丑得要死的太阳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不要跳入二分法 经济跟环保 不需要 我直接不论叫环保 叫经济 我通通把它算成 我都把它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财 我们下去算嘛 算到最后你会发现 当然是环境的这个经济财 跟它的成本都最浩大啊 我反过来问就是说 现在保护它的 team是什么 是谁 这样 我相信 农合会主委 他也一定会问这些事 这个team的影响力够大吗 如果不大 算了 所以未来还是有可能会被砍掉 在平地 尤其是台糖这么好的农地 要来种树木 而不从事农业生产 这个政策 绝对是可以来公平跟讨论 那为什么当初要编那么多的预算 在台糖 台糖占了我们124亿 总共54亿是给台糖当时的平地就离 你现在要砍掉这些钱 然后一直命令就让大家不要收回这54亿 管理上你有问题 当然你可能是经费上不足 经费上的不足 其实跟这个台湾的照理来讲 我们可以另外再切出一条路 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告诉你 台湾的照理有问题 台湾的照理有问题 那个仁爱路以前有很漂亮的章数 但是为了车辆 章数都可以砍掉 车子是后面来的 哎 拜托 树木是先种的 所以有很多文化上你就会变成 前面的再怎么努力 只要后面的来就把前面的给毁掉 因为这个国家不可以这样子 这一片就是台湾准备要做那个太阳能的冰地 你看这么巧 这么巧 就发生火警了 所以那时候发生火灾 其实我们都心思肚灵 也许是他们台湾自己点火的 那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也不是检调单位不能够去怎么样 但是以前都没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们 就从他们想要跟那个光电的那个厂商订合约之后 就连续发生火灾大概三次了 所以今天这次 birds会享受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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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